好 其實現在全球的疫情 都還在升溫當中 美國他們自己也才 敲響了這個百萬死亡的 這個終身 所以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難道人命不重要嗎 難道現在這個疫情 通膨不重要嗎 難道現在戰爭 對於美國來說比較重要嗎 我們先看看 現在美國當然又大舉的 跟大家講說什麼 我們要400億來援助 這個烏克蘭 當時眾院是用一種 368比57票 通過了這一項的預算 所以反而是抗疫 防疫的一些經費被擱置了 當時這個眾議院的議員 還講說什麼 我們投資可以摧毀 我們敵人的軍隊 而且美國還不廢 一兵一卒 這真的是一個好生意 此話一出馬上 美國的民眾 真的是非常的反彈 他說我們現在連奶粉 很多這種奶粉 現在都斷貨 在美國都出現斷貨 很多相關的報導出來 甚至汽油漲價 很多人是乾脆就不開車 甚至或者是說 用別的方式 什麼線上上班 或者換工作什麼的 買不起食物 可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看看 美國還在想著要援助別人 所以拜登 他就是還會見了一些什麼 奶粉的高層 說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是滿嚴重的 但是這個提案 到了參議院的時候 卻沒有通過 因為參議院就是覺得說 聽到民眾的一些聲音 這400億 現在其實美國自己的 自己狀況 經濟狀況都沒有那麼好了 所以應該是要踩個煞車 那現在是不是美國開始陸續 有一些覺醒的聲音 連華盛頓郵報都在講說 烏克蘭這個無休止的戰爭 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跟全球的安全 他讓烏克蘭趕緊結束戰爭 恐怕比較符合 這個美國的利益 而馬斯克 我們最近節目也常常提到他 他現在已經是全球的一個首富了 他除了講到說 好像川普 他對於川普的施政作為 好像還比較讚賞一點 他說應該要重返Twitter之外 他對於拜登也有一些批評 他說拜登的錯誤就在於 他認為他當選是來改變國家 但事實上所有人只希望 別那麼多戲劇化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拜登的動作 是不是都沒有想太多 沒有太思考的很周延 就做了一些行為 然後造成一個全球性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當然另一個影響 就是在於芬蘭 他們現在接下來要申請加入北約 俄羅斯當然是很跳腳 因為俄羅斯之前就曾經講過說 這個北約是他們的一個底線 就像是烏克蘭要申請加入北約 他們當然不會做事不管 所以他說這個絕對會威脅到 俄羅斯的一個安全 這是俄羅斯對於他們的一個回應 甚至他講說如果 北約繼續援助烏克蘭 恐怕會變成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核戰 這方方面面看到這個 俄羅斯有對於北約的一些喊話 那北約也有回應 他說我們並不認為 北約國家跟人民有面臨到 俄羅斯入侵的危險 他言下之意是什麼 烏克蘭就算了 我就不提烏克蘭 那接下來要加入我們北約的 我們可是會保護他們的 就是還有一種這種挑釁 或者是說有一種 較勁的一個意味在 那美國的防長也講說 我們也沒有人希望 俄羅斯跟北約爆發衝突 所以界線就劃在北約 那烏克蘭就現在 就是你烏克蘭人繼續打 那北約最近在這一兩天 還有說空降騎兵 要做一個快速反應軍演 那對外是講說 沒有針對任何特定的對手 但是也是非常大規模 就是幾十個國家 一起的一個演練 甚至在NATO 他們的這個推特上面 還有放出來這一張照片 他說為了要對應這一個烏克蘭 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件事情 北約隨時有多達 30架的飛機在巡邏 可以看到就八九個國家 連成一條線要來對抗 這一個所謂的俄羅斯 他們這個NATO 主要的一個對手 他說要阻止盟國的潛在侵略 那所以北約現在正在部署 前所未有的戰鬥機偵察機 跟支援機的一個相關組合 各國上空 你都可以看到有相關的一些武器 甚至是一些這種戰鬥機的 一個相關的標示 還有這一個消息 是從俄羅斯 他們國防 這個國家邊防局這邊 釋放出來一個文件說 他沒有掌握到 有可能有下一場戰爭要爆發 他說波蘭跟立陶宛 現在成立了一個聯合部隊 準備要來出兵烏克蘭 而且他們大概是有四個營這樣子的部隊 大概是有9500人 可能會在5月22號出兵 這是俄羅斯對外放出來的消息說 他們有掌握到這一個訊號 所以白俄羅斯 他們這邊也有回應 他說我們有感受到 在我們的邊境的部分 有越來越多 北約的這些軍事的動作 對於我們白俄羅斯 也造成了一些威脅 的確我們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 格出來的 就是白俄羅斯跟俄羅斯 其實所以現在北約 是不是要瞄準這兩個國家 要把這場戰事再度拉大 可是如果北約動作這麼大 這個俄羅斯會善罷甘休嗎 我們來聽聽米爾斯海默 他講 他說如果以拿木棍戳熊的眼睛 熊不會一笑置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拿木棍戳熊 我們會把木棍戳熊 在眼睛 然後我們會把木棍戳熊 然後你們都知道 如果拿木棍戳熊 你把木棍戳熊 那牠可能不會笑 那牠可能會笑 在什麼你做 那牠可能會反抗 那牠可能會反抗 那是正在這裏 那牠可能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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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問是 什麼原因會被俄羅斯 做這 在我的看法 答案是很簡單 美國 好 關鍵其實就是在美國 他說他非常簡單 看出來就是美國挑起了 接下來有可能再升高的 這場衝突 大使 當然美國到目前為止 還是希望這一場戰爭 那麼打好打盡 就是說最好能夠打出 美國最佳利益 那美國的利益 目前還沒有達到最佳化 因為他還需要把俄羅斯 拖得更深 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麼其他的這些 所謂的邊際利益也很大 一個美國又重新回到北約 靠北約又回到歐洲 把歐洲過去戰略自主 這個概念 把它徹底擊碎 另外一個就是說 趁著這一場戰爭 又可以把歐洲拉到 他全球反中陣營的這一邊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真的是他有很多戰略利益 真的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要一一徹底實現 到目前為止的話 可能美國覺得還沒有用好用盡 還沒有發揮他最大的效益 所以這場戰爭短時間是停不過來的 當然波蘭立陶宛是美國的 在歐洲的兩個最激烈的馬前竹 在這場戰爭裡面 如果說他們要投入9500人 這也不是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難 也不是不可能 你以自願金的方式 你換上制服 你脫下制服 你換下烏克蘭軍隊的制服 那你就說他們都是以個人名義加入 所以烏克蘭一開始就 打了一個招牌 說我要求外國自願軍 其實它就是個障眼法 讓已經存在烏東很長很久時間的 2014年開始就存在烏克蘭的這些 各國的這些軍事人員 那給他一個好的一個掩飾 一個好 一個一個好 等於說一個掩飾的方法 所以現在馬里烏波爾就在抓 就在等那個大魚出來 所以事實上的話 其實北約國家西方國家 派在烏克蘭裡面的軍事員早已有資 那現在只是規模更大 那麼美國現在這個眾議員把 就是說 我覺得他有點白目 他把美國人的想法全部講成 而且講得非常傳神的 不費一兵一卒 摧毀敵人 我想這句話最應該給蔡英文政府 他們好好參考一下 就是不要把 看看烏克蘭的例子 想像我們台灣 我們是不是要幾百萬難民 我們是不是要搞得家破人亡 我們是不是要搞得這個 我們幾代人的努力 我們美麗的城市 我們美麗的國家公園 我們美麗的這些港灣都變成烏克蘭的 這個一片殘破的這樣的情況 不過來講的話 就是說現在其實這種事情就是說 美國人也有出來喊 就是說這個問題是不是核實 核實了 因為這也是個錢坑 你用錢去拖烏克蘭 你去田去拖這個俄羅斯 反過頭來烏克蘭也是個乾坤 對 要你們這些歐美國家都出錢 那連美國都要出到400億了 那其他歐洲國家美國會放過嗎 可見這個需求遠大於這400億 所以這個每天燒你10億美金的話 一個月就是600億 那所以就是說你會看到那個錢 如流水花出去 那講到馬斯克 我認為他跟川普本來就是 欣欣相惜 兩個都是富豪 講到都是怎麼樣保障富豪 少來抽我點稅 少來跟我搞點勞工法規對不對 他就不准他的公司裡面成立公會 你就知道這個人 他是一個純粹的富豪的心態 所以我看他買這個推特 基本上就是想把川普搞回來 那麼他當然他現在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要出招了 那麼他可能就要對民主黨 他要顯現出他這種非常 共和黨的這種顏色 我想藉著他對這個川普言論 你就說他已經不是講講話了 他已經出錢了 他光400億買下這個推特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要讓這些 共和黨的言論 再回到推特這個平台上面來 所以看起來這個美國現在 本身內部真的是問題重重 所以拜登是面臨到內憂外壞 但是看起來他們沒有要讓這場戰爭 止息的感覺 這個Texas的眾議員 他講的這句話 克倫蕭他說的這句話 其實是實話 但是這個消息一旦披露出來 如果我們是烏克蘭人 聽了什麼感覺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在印象中我讀歷史的時候 覺得美國是所有帝國主義當中 比較仁慈的觀念 就是因為美國一直賦予他一個 道德上的制高點 大家都知道我們都讀過對華政策 美國的開放政策 講起來話不管什麼讀 都覺得美國在道德上 好像比歐洲那些列強要稍微高上一點 現在發覺低級的不得了 原來的話他們就是說越以花錢不應出人命 這是美國最害怕的東西 美國是打越戰的時候是徵兵過的國家 美國徵兵的時候一大堆人跑到加拿大去 我的同學裡面就有這種人 他們實際上的話就是覺得說是美國這國家 去了就該享受的 絕對不可以打仗死人的 美國怕什麼大家都心裡很明白 那烏克蘭現在的話幹這種事情 就是已經是嚴格的損失到了 美國人的道德制高點不說 這個錢管什麼用 按照烏克蘭這種打法的話 他要六千億 你現在剩四百億算什麼呢 那現在歐洲國家 我在烏州住了很長的時間 歐洲國家非常窮 非常非常窮 我跟你講 像這個誰說跑到土耳其 都是媒體去發表 那一定是買來的 就是實際上你也可以了解到這種情況 然後另外一點的話 就是說涉及到北約要東擴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在哲學裡面 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人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就是自由意志跟決定的問題 芬蘭的總理跟總統 他們沒有自由意志的 大家都知道一個名詞叫芬蘭化 你知道芬蘭跟俄羅斯是交界的 俄羅斯的話芬蘭如果加入北約的話 就兩重異議 第一重異議的話 芬蘭如果加入北約 就是美國跟俄國宣戰 你要了解這個嚴重性 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對俄國來講的話 芬蘭的東擴比烏克蘭的東擴 還要危險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老早就 在史達利時代就修理過芬蘭了 至於說波蘭跟立陶宛 根本就不要再做夢了 這個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你實際上的話 我不知道在想什麼 他們有沒有自由意志要想一下 但是我整體來講 要告訴大家一個重要消息 今天這個消息出現了 整個情勢改變了 美國的所有的智庫 所有的人包含馬斯克這種人 包含川普這種人 他們都已經知道了 這場戰爭不能再打下去 再打下去打到美國自己國內的 物價也好 民心士氣也好 團結的程度也好 通通都有問題了 因為什麼 因為打仗最主要是靠士氣 士氣最主要是靠道德的制高點 你現在變成一個被人家都看穿手腳 你就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混蛋打混蛋的話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撐不下去 可是內部這個力量 這種輿論的力量 真的有辦法讓美國殺得住車嗎 還是說現在要讓美國殺車 到底有什麼方法 有一下再上漲 漲到十塊美金一家輪 慢慢等著對不對 這個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叫那些中風國家 增產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沒有人聽話了 你現在的話 出現一個美國人在這邊 就我那個年代當作 一大堆美國人 夾著美國護照 敢現在敢那麼囂張嗎 他在道德上的制高點 都已經損失了 他敢那麼囂張嗎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難道沒有 哪一個人沒有認識幾個美國人 對不對 以前是很囂張 現在敢嗎 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這個發展是在每個人身上 所以美國11月份 拜登選完以後 看他敢不敢來G20 看他敢不敢來 他事實上搞不好什麼都沒有了 說不定都已經辭職了 我跟你講 對 所以真的要等到這個 選民給拜登教訓之後 他們才有可能收手 那還很久 這樣代表這場戰還要打到11月 這拖得挺 這個事情的確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 因為你搞這種代理人戰爭的話 離不開道德上的制高點 好 我們來問一下洪威姐怎麼看 我想這次 眾議院他很快的就通過這400億元駐款 可是在參議院卻沒有通過 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訊息出來 這是一個signal出來 也就是說美國的這些民意代表 或美國人民 會越來越覺得在整個的物價高漲的時候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美國的這個通貨膨脹率 在這個月是8.3 彼此前一個月8.5 稍微低一點點 這單子都是40年來最高 也就是說這一場惡物戰爭 也許美國覺得 我們成功的牽制了歐洲 對不對 成功的我可以用經濟 也可以削弱俄羅斯 不管軍事的力量或經濟的力量 可是請問一下 人民得到了什麼 人民一定會問我得到了什麼 我生活有更好嗎 我有更便宜嗎 對不對 我工作更容易早嗎 並沒有 所以這場惡物戰爭 對於美國的人民來講 他可能反而覺得 我受到整個的通貨膨脹 我受到的苦 比得到的利益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連美國都開始在考慮 然後意識到 這一場惡物戰爭 可能對美國沒有什麼利益 然後如同剛剛介大使所說的 烏克蘭 烏克蘭之前 我提供他一些武器的援助 很多武器援助 什麼八億 十七億 通通都給他 可是接下來他會是一個錢坑 那你要永遠無窮自盡的 一直不停的給他錢嗎 大家都知道 未來烏克蘭的重建經費 是六千億美金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可是現在美國跟歐洲 大家都各懷鬼胎 因為大家都知道烏克蘭的重建 顯然歐洲跟美國 都必須要有些力量 結果大家想說 讓俄羅斯出 俄羅斯出 俄羅斯會出這筆錢嗎 所以其結果我覺得 不管是在美國 或在歐洲的境內 都會開始去意識到 這一場惡物戰爭之後 也就是烏克蘭的乾坤 要怎麼樣填滿 這才是考驗真正的 美國和歐洲這些政治人物 甚至這些政客 他們到底要 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看看 他們要怎麼樣收拾 這一場爛攤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並且填寫資料寄送過來就可以了 活動二 觀眾的許願池 訂閱新聞大白話 並且在指定的貼文底下 留下你的願望 就有機會美夢成真 別忘了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趕快訂閱起來